俗哥说电影 帮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动作片重生 影片开场 国防军的一个神秘组织正在进行特殊的演习 这帮人的目标是抓住绰号叫幽灵的高级杀手 本来说好的是演习 这些人用的也是空包弹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幽灵假戏真做把这帮人全给杀了 幽灵之所以这么干 是因为这个神秘组织干的全是脏火 整天满世界搞暗杀 作为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男人 幽灵决定脱离组织归隐山林 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幽灵的本名叫铁锤 离开神秘组织的铁锤 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招火店 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小罗利生活在一起 铁锤这辈子除了练功就是打打杀杀 家务活基本不会干 更别说做饭了 因此正常情况下 他和小罗利都是在龙套处的三丁示范 由于之前干了太多的确德事 铁锤的心理难免上有些问题 不是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他把自己以前杀人的经历 跟心理医生冲花一说 冲花当时就吓尿 冲花说大哥呀 人命关天咱可不能吓唬闹 一天上午 铁锤正在上班的时候 两个小毛贼突然来到他商店打劫 对于铁锤这种高手来说 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他出手 这场戏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观众 铁锤不想一小失大 被对手发现自己的行动 转过天 铁锤带着小罗利去医院 看望自己的好朋友伦义哥 伦义哥以前也是神秘组织的一流杀手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为了救铁锤 伦义哥身负重伤 这下班是再动不了了 抚摸着铁锤结实的大手 这伦义哥是浑身颤抖 正所谓树欲镜而封目指 作为一名职业杀手 背叛组织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类似题材的电影不胜美举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 在回家的途中 铁锤从空气中 修到了一丝不强之气 他让小萝莉先回家 自己一个人溜带到了广场 时隔多年 神秘组织的老大幻影 王特白组织人马 展开了对铁锤的追杀 要说这铁锤是真牛白 不仅功夫高 而且还会夺子弹 时间不大 王特白派出的两名杀手 全都领了合判 为了敲山震虎 王特白跟小萝莉 打了个招呼就笑着不见了 铁锤回来之后 在小萝莉头上一摸 就知道王特白来过了 这是高手啊 这也太厉害 王特白手下的杀手 夏合表面上看着人出无害 其实却是一个 心狠手辣的狠角色 两个小婚伙刚想上去吃点豆 就被夏合七雷咔嚓去杀了 晚上铁锤带着小萝莉 在龙套出的餐厅吃饭的时候 电视信号和手机信号 全都中断了 铁锤马上就意识到 这是王特白干 他把小萝莉留在餐厅 独自往杂物店走 铁锤首先在胡同里 干掉了三名杀手 但他刚回到店里 穿着工作服 带着头盔的杀手就杀到 接下来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其中的细节就不多介绍了 总而言之 这帮杀手就是全都交了饭票 当铁锤正发愁 这么多尸体怎么处理的时候 轮椅哥派了两名小弟 狗圣和栓柱来协助他 由于手机没信号 铁锤到公共电话亭 给小萝莉打电话 这个时候 杀手夏合突然出现 夏合的功夫确实是不错 但跟铁锤比起来 还差好几道街 时间不大 铁锤的电话没挂 夏合倒是相挂 通过狗圣和栓柱的对话 我们得知 原来这个神秘组织里的杀手 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 在这个神秘组织里 还有一个水平跟铁锤 差不多的杀手大头 大头跟铁锤的功夫不相伯仲 而且关键是 大头这个人是没人性的死变态 一发疯根本连敌我都分不清 见谁杀谁 大头现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干掉铁锤 俗话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的 铁锤意识到 与其这么东躲西藏被动来打 不如主动出击 正所谓我不好谁也变好 王德白也知道这铁锤不好的 为了能有胜算 他派人把小萝莉给绑架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铁锤计划好的了 为了能找到王德白的老巢 铁锤在小萝莉身上装了这东西 然后故意让王德白的人把小萝莉给帮弄 被绑架的小萝莉精气实还不错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了灵气 王德白的马仔秋菊把袖子一撸 他和小萝莉手腕上闻的都有数字 原来这个小萝莉当年也是王德白用来培养杀手用 铁锤看不过去 于是便救走小萝莉 可为什么那么多小孩他不救 偏偏就救小萝莉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铁锤是小萝莉的亲爹 那谁是小萝莉的亲妈 铁锤的亲闺女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天地呢 电影里没说咱也甭瞎猜啊 一切准备好之后 铁锤带着狗盛和栓柱开始找王德白算账 铁锤先给狗盛和栓柱分析了目前严峻的形势 当栓柱听说王德白那边居然有一二百人 当时就吓尿 铁锤说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实力啊 吕布关羽赵子龙跟我比都不太行 我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死战神 一个人对付个万二八千的个玩似 从狗盛和栓柱的表情上来看 这样我也觉得铁锤的牛吹的有点大 搞不好叫诈 接下来是长达二十多分钟的丛林战 要说这铁锤可真不是锤啊 黑客帝国夺子弹还得加个慢径 到铁锤这根本就不用 换句话来说 甭管什么子弹都别想让铁锤拧号翻 栓柱由于第一次作战没什么经验 最后被王德白的马仔秋菊给杀 杀了栓柱的秋菊觉得自己不含糊了 居然敢单挑铁锤 铁锤也没客气 气里咔嚓就把秋菊给杀 铁锤就这么一路杀到了王德白的老巢 紧接着是铁锤跟大头的一场收货战 这大头咱前面介绍过 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两人是你有来权我有去招 打的是不可开交 这大头虽然很能打 但遗憾的事不是男一号 最终还是交了翻票 收拾完大头 铁锤终于跟王德白见了面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都想把对方给弄死 这王德白本想利用催眠的手段 让铁锤领了 可铁锤将计就计 一刀把王德白送进的医院 杀了王德白之后 铁锤也因为伤势过重 似乎是一命呜呼了 影片的最后 铁锤居然死而复生了 估计是刚才没死透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 人间终归有正义 莫拿生命当儿戏 作恶多端瞎胡来 迟早让你下地狱